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张华有一个两岁女童 误把家里头制造肥皂的稀释碱性原料 当成了饮料 喝进肚子里面去 结果造成她嘴巴跟食道都灼伤了 被紧急送医急救 目前在医院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给记者蓝志祺之一无安 好的 主播 不小心把含有强剪的肥皂原料 吃进嘴里的两岁女童 被救护车紧急送到急诊室 那么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她的嘴巴已经明显的红肿了 因此她就痛得不断的哀嚎大哭 那么医师表示 还好女童当时把肥皂原料 吃进嘴里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对 就赶紧吐出来 因此在伤害的部分是降到最低 那么听听当时医师的说法 来的时候整个我们看到是外观上 嘴唇是已经肿起来的 那一直不停地在哭闹 流口水这些情况 但详细的狗箱检查 目前小孩子 其实他不肯张开嘴巴 我们没办法做 我们也怕做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黏膜的一些伤害 但是我们马上就给他打上点滴 然后做一些基本的血液检查 这名住在彰化浦新乡的两岁女童 她们家是制作肥皂的加工小工厂 那么她的母亲说 当时这个女童是拿这个含有强检的这个粮杯去装水来喝 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么现在医师也将这个女童来进一步的做治疗 所以目前伤势是没有大碍 但是由于强检里头含有这个轻氧化 那么院方担心这个里头 这个轻氧化 会造成女童的这个消化道穿孔 以及这个胃灼伤等等的可能 因此她在对女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跟治疗 以上是目前在现场的情况把时间交给棚内 好 这个消息传来让很多家长心里头就觉得蛮难过的 那么提醒家长一定要把这个危险物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地方 以免酿成意外了 这是我们带您看到来自彰化的最新连线